有一个晚上我敲了门 梵高真的出来了 我出来跟我画的一样 他叫赵小勇 二十多年里 他画了十万张梵高的纺织画 和艺术家造梦不腾 画比于他而言 就像农民养家糊口的歌牛与离句 他画画只为生存 1987年 15岁的赵小勇离开农村老家 来到深圳打工 他年龄太小 扛不到工地的水泥 没有工作 只能睡马路 桥栋 或是山里的坟地 当时深圳的蚊子像马峰一样大 他只能在睡觉时 用胶带把头缠上 因为没有赞助证 他被警察抓住 老乡们凑了四百块 才把他救出来 走投无路 赵小勇去请求工厂收留自己 不要工钱 只求能管吃住 在一家腾兰厂 他给树指人物花花文上色 后面又去了一家陶瓷厂画图案 曾经在老家湖南邵阳 赵小勇常看二哥画画 这份天赋 也许也在他的身上 他很快成为陶瓷厂的精疲工 画的图案被当作样本 活在玻璃鼠窗里 后来 一个老乡和他打招呼 让他来和自己一起画画 陶瓷厂的工作枯燥无趣 赵小勇选择离开 来到了这个深圳画工的几散地 大分村 80年代末 一个香港画商来到大分村 村前的排水口抽携熏天 人们把大分村戏称为大分村 画商做的是纺织化生意 付休前 他收到来自沃尔玛公司的一个订单 在三个月内完成30万幅纺织化 香港的人力成本高昂 想完成这个订单无疑是天方夜谭 于是他来到这个深圳的城中村 这里房租便宜 物流方便 最重要的是人力极其廉价 画商在这里受了几十个进程打工的农民 从调色用笔开始交起 然后开始临摹生产纺织化 订单交付 他从这笔大单里赚到了钱 更多画商看到了商机 他们抛弃了人力更贵的香港 韩国 来这里做房间画室 招募化工 将他们的画批量收走 然后装上货轮 向往海外 赵小勇成了这间画工之一 最初他住在老乡家里 跟着学油画 半年后他出师了 搬出来单干 但画了一年 一幅画都卖不出去 在大分 几十张民作的仿制画 总是比一张农民工的原创画更好卖 老乡建议他 事实画梵高 大分寸的画工学画 往往从临摹梵高的作品开始 不是因为梵高的作品容易模仿 而是这些画作的需求量高 订单大 一幅画练好 可以直接卖掉 效率第一的世界里 容不下浪费的练笔 每一笔 每一秒 每一滴颜料 必须换来收益 才有价值 狭窄的画师 就是一个战场 未经训练的新兵们 拿上墙奔赴前线 订单就是命令 结单日就是重逢号 不管会不会 都必须得画 画得不好就改 改到这幅画能卖出去 曾有一个年轻的学徒工 负责梵高的一幅字画像 线条 颜色 比例都不对 师傅让他把画布全部刷掉 重画 已经改了三次的学徒工 把笔一摔 两人对峙良久 火要为混杂着颜料和汗味 民散在画室里 长久的沉默 这个学徒工回到位置上 捡回了笔 大分寸的纺织画 按建计费 一幅画卖不出去 就少一幅画的工钱 也许就意味着少一顿饭 画工不能不吃饭 他们需要力气 去画下一幅画 学画的大多是 晋升打工的农民 他们少年辍学 离开农村 在偌大的城市里 无亲无故 拿起画笔时 他们往往都不知道 反告是谁 这两个字怎么写 一边是画不好的画 一边是生存必须的钱 一边是成长缓慢的画迹 一边是时刻催促的订单 对这些年轻的学徒 生活不是一个缓慢 受捶的过程 而是简单 干脆的 无码分食 那几年 赵小伟画了能找到的 所有反告作品 他慢慢熟悉了 反告的笔数和色调 后来不看原画 不打草稿就能动笔 几个小时 就能画出一张成品 画一幅画有多难 赵小伟画一张画的最快记录 是28分钟 他的运气不坏 画凡高以后 开始有了生意 那段时间 装饰画需求旺盛的欧美客商 向大分村投放了大量订单 后来 赵小伟每个月有 六七百张画的订单 每天要完成20张画 他和几个伙计 挤在十几平米的画室里 整日做画 轮流做饭 闷热的盛夏 画室里没有空调 画工们打赤膊干活 厂商一画 就画得凌晨两点 累了 就低躺下睡觉 醒了 起来接着画 画商们的要求不高 只要数量管购 临摹像样 按时交稿 至于艺术 认可 美感 表达 常常被画工们抛之脑后 就像赵小伟自己说的 给我几万元的订单 比夸我画得好高兴 用机器批量打印 它会依上油画 成本低很多 可在这个机械复制的时代 欧洲纪念油画的消费者们 所崇尚的 依然是手工复制 高科技越发达 手工艺越昂贵 因此那些异化于后现代工业文明的中产阶级 总是对那些寄托于手工人力的 传统艺术与文化 带有莫名的热情 这些热情的碎屑 从富裕的西国落到东方 成为许多农民进城时 拼命抓住的救命稻草 光靠自己不是办法 赵小伟招呼家人 也加入自己的画室 第一个学生就是妻子 他从新月宴和向日葵开始交起 后来又向弟弟夜晚的咖啡馆 小舅子则负责自画像 每个人只画一幅画 熟练之后一两个小时就能完成一张 在后来的二十年 画室里的每个人 都把自己的那幅画 重复画了上万遍 赵小伟的家庭走访 可能是大芬最粗方的组织形式 在更多画室里 一幅画被分成若干个局部 几十个画工各司其职 有的人只画姆娜丽莎的左眼 有的人只画麦亭里的一只乌鸦 一画就是几年 甚至半辈子 熟练带来高效 工业化生产展现出超凡的速度 在中国油画生产的顶售时代 中国生产了欧美市场70%的油画 其中的80%则来自大芬 这些没有经历过系统训练的画工 可能在几个星期前 还在学习如何用三个手指握紧画笔 而现在 他们是这个世界最大油画工厂的一部分 一些画工会加上家人和老乡一起学画 熟练的画工则自己收图 后来大芬有了六七代画工 颜料画布供应商 装订工人 采购商 上下游产业一起涌入这里 在0.4平方公里的土地里 间歇几十万人的油画工业 在大芬村的鼎盛时期 上千家店铺的年产值达到十多亿元 每年制作500万幅油画 这些批量生产的仿制化 有更口语化的代称 山寨品 世纪初山寨经济野蛮生长 来自欧美的随身厅 手机 学习机 在中国的工厂里被拆解 模仿 重新生产 以更低的价格出口 或是卖给国民 在主流语境下 山寨仅仅是对正式经济的细访 是中国制造的暗面 偷工减料 粗制滥造 是山寨的标签 然而 这是这些制造山寨的大量中小企业 提供低门槛的岗位 低价格的产品 让无数走进城市的人 得以落脚 生存 来到大芬的画工 有背景离乡的农民 想成为画家的打工者 落榜艺术院校的外来七年 经历下港潮的体制内守艺人 他们为主流社会 视作失忆的底层 拿着最微薄的工资 这一个画廊 两套两室两厅的房子里 挤着33个画工 一张双层床能睡5个人 下面3个 上面2个 开不起画廊的人们 在狭窄的过道里摆卖油画 把它们叫做画墙 画工们在间隔一两米的缝隙里 挂上自己的作品 用头顶散乱的电线接上灯 支起堆积着厚厚颜料的画台 开始画画 梵高 莫奈 米勒 新月夜 日术印象 十岁者 这些艺术史上无价的财富 经由这些最廉价的画工资手浮现 这些仿制画像是手工艺品 又像是工业品 但归根结底 它们是商品 是艳品 存在不是为了被欣赏 而是为了被买卖 美国的黑手党每年都来到大芬 购买一万多幅金房的圣画像 在大远彼岸 这些油画将在黑手党的 入会仪式上被烧掉 新人们合掌把快烧完的画像 凑成余晖 然后接受交付的拥抱 而在大芬 画工们拿着最便宜的颜料与画笔 在批料生产的画布上涂抹 复显 像流水线上的工人 又好像中世纪作画工坊里的学徒 它们日夜老作一刻不停 直到一笔一画变成肌肉机 偏差的色彩变成不断巩固的错笔 叠合的线条变成钢筋 画面的空白变成等待装配的零件 星空的月亮变成八角螺丝 或是地上的六个辨识 理想被驯化 生命被误化 作画不再是艺术 是糊口 工作不再是劳动 是谋生 晖汗如雨 拼尽全力 只是为了两个字 生存 2003年 艰苦的年岁里 非典的袭来 让工作变得分外艰难 一个有心的画廊师傅 拆光了屋子里的玻璃窗 24小时通风透气 又用醋把屋子四处擦了又擦 一个月要出货五六千张 画画不能耽误 有的徒弟画着画着 坐在椅子上睡着了 笔松直风滑下来 做工没什么乐趣可言 张晓勇每次画完一轮订单 都一定要休息几天 躲在屋子和徒弟打牌 画光被写下来时 就到阳台吹风 打电话 抽烟 喂鸟 或是在村里溜达 有时聚在一起喝酒 吃夜宵 来个订单 国家大师 或是如何教育小孩 赵晓勇的女儿在老家读高中 偶尔才能来大分团聚 夫妻俩一边画画 一边听女儿抱怨 当女儿说自己上课听不懂 以后可能考不上大学时 赵晓勇只能告诉她 多看多想 这是她自学画画的唯一经验 但如何改变女儿的命运 赵晓勇始终无能为力 她能做的 只是带男的团聚的全家人一起 到深圳的世界之创公园晚一天 在那些复刻的世界建筑下拍照 好像他们真的去过 白金汉宫和伦敦塔桥 这些建筑也许是仿制的 但一家人处有的快乐 却是真的 从接触梵高那一天开始 赵晓勇就想看梵高的真迹 他的半生几乎都被梵高包围 到后来连梦里都是梵高的话 他想了解这个 让自己得以谋生的人 一天夜里 赵晓勇传了个局 几个画宫挤在一个画室的店面里 一边喝酒 一边看梵高的传记片 故事里的文森塔梵高 一生孤独坎坷 被当作怪胎 从荷兰到英国 法国 四处辗转 一路流浪 一辈子只卖出一幅画 最后在品病交加中死去 把生命中所有的灵感 与热爱都留在了画里 吃土豆的人 麦田乌鸦 心悦艳 向日葵 性化 梵高孱弱的身体里 栖息着一个伟大的灵魂 这许可要燃烧生命 才足以举起画笔 把灵魂薄薄地涂在画布上 然后迅速回发 这似乎是画工们半生的倒影 那个百年前的失败画家 和他们一样 一文不明 四海为家 不被理解 渴望被接纳 在他们的灵魂深处 有着相似的精神成分 投影已打出的光下 烟雾缭绕 画工们有人低声讨论 有人低头思考 他们临摹了几万幅梵高的画 熟悉梵高每一笔的顺序 色调和笔法 可却从来没有真正像梵高一样 为自己的心作画 专辑编放完 人们散去了 但潜仓在灵魂深处的某些东西 已经开始共鸣 松动 赵晓鸥想去看一看梵高的话 理想 对一个脱下带口的中年人来说 是一种奢望 他必须继续为生活奔波 一年过年时 赵晓鸥和亲戚们坐在一起吃饭 期间闲聊时 赵晓鸥说 自己的梦想就是看一看梵高的真迹 同辈的中年人们迎合地笑了 一起拿起酒碰杯 说 马年大发 后张币横格在笑谈的人们之间 遥不可及的梦想 总是不如纪念发财 赵晓鸥心里的那团火 亲友们只能看到眼 2008年 世界金融危机爆发 欧美客商的订单暴跌了60% 大粉仿是花生意迎来灭顶之载 许多话工转行离开 赵晓鸥很幸运 一个欧洲客户找到了他 提供了几年的稳定订单 出人意料 客户来自荷兰 阿姆斯特丹 梵高美术馆的所在地 赵晓鸥很欣喜 自己的画离梵高更近了 访问他自己也向梵高靠近了一点 自觉或不自觉的 尺尖的画笔 也开始沾上了一点点 薄薄的灵魂 一对摄影师妇女来到大芬 记录画工们的生活 他们为赵晓鸥的故事而震惊 体层群众在国际大都市的城中村里 挣扎求存 手中进行着流水线生产的艺术创作 他们有自己的理想追求 却又必须赚钱谋生 绘画塑造了他们艺术家的精神结构 却不得不在现实压迫下 不断地自我剥削 他们的劳动连接着最高雅的艺术 和最识快的生意 这似乎肇示着绘画艺术 这种精神文化的创作 在资本主义逻辑中的被异化 国外商人以低下 在中国收购纺组画作 又以高价在国外出售 赚取差价 这似乎是中国制造的一个特殊侧椅 这一时妇女决定 为赵小勇们拍摄一部纪录片 荷兰客户很满意 与赵小勇的合作 合作多年以后的一天 客户向赵小勇发出了一个邀请 邀请他去阿姆斯特丹 他们负担赵小勇的所有支出 赵小勇只要输来回了机票 这依然是一大笔开销 赵小勇和爱人商量了不止一次 最后总是回到钱上 他告诉妻子 一家人靠梵高的话为生 只有自己去看过了反高的真迹 才能画得更好 赚更多的钱 和赵小勇一起生活工作几十年 妻子知道她的真实心思 可多少张油画 才能换回一张机票 复习之间心知肚明 中年人的事件 容不下理想主义 必须裹上利益的苦涩糖衣 才能咽下甘甜的理想 最后妻子还是同意了 斗生之前 赵小勇回了一趟湖南老家 办签证 他回到村子 青山依然遍布四野 老路 老屋 老人 离开这么多年 村子好像和多年前 没什么两样 年轻人的离开 让他变得更加苍老 他去看望八十多岁的奶奶 陪她聊天 用平时看话的平板电脑 和几个老人拍了一张合照 放大给老人看 带着黄纸和鞭炮 张小勇和几个亲友 上山给父亲扫墓 父亲早失不久 他却离家外出打工 这一次出国 他希望父亲保佑 手里握着香 张小勇在墓前 拜了又拜 再鲜强的人 也会被生活击垮 在老家的房间里 面对镜头 赵小勇第一次红了眼眶 他出这一年去 我就没度了 你问你为什么不跟 不跟你的小孩子去读书 妈妈是没钱 钱热下来了 赵小勇带上妻子 和几个工友 一起去KTV庆祝 安排好家里的琐事以后 他收拾好行李 坐上了这趟 人生中最遥远的航班 人生中最遥远的航班 在赵小勇心中 发达的外国 应该像他生活多年的深圳 高轮林立 大厦纵横 可落地后他才发现 阿姆斯特丹 更像是一个小镇 建筑精致干净 配色和谐统一 比冷军的深圳 更适合画进画里 赵小勇给这些建筑拍照 第一次笑得像一个孩子 在楼边 赵小勇一眼认出 一幅梵高的自画像 那是他第一次 在异乡见到自己的画 看他那小哥告诉摄影师 这幅自画像 售价500欧元 摄影师问小哥 你知道这幅画是谁画的吗 小哥打去的反问 你画的吗 他并不知道 沉默的直笔者 早已站在远处 凝视了这个小摊许久 赵小勇曾无数次想象 自己的画 飘远过海来到异国 并在高档的画廊中 供人欣赏 可真正来到荷兰 他才发现 原来那只是 一个卖纪念品的小摊 他的画被随意地贴在墙上 供人挑选 不过是无数张纺织画之一 站在那张画了他许多心血的 大幅自画像旁 让小勇沉默了 他有些失落 但更多的是不解 腹子里的纺织画低档 却并不廉价 那幅大象 在荷兰以500欧元的价格出售 而商人从他手中收走 这幅画的出售 只有450元 飘扬过海 这幅画的价格 翻了八倍 一张30乘40厘米的画案 在地单里的价钱 是30元人民币 来到欧洲后 就变成了30 40欧元 热情的客户 给了赵小勇一个大大的拥抱 对他说 Welcome my friend 竖起大拇指 用别角的中文说谢谢 赵小勇把一幅 向日葵 作为界面礼 客户开玩笑说 就算今晚 我把美术馆里的那幅 向日葵 换成这张 他们也看不出区别 赵小勇不明白 他觉得客户幽默而慷慨 自己画画多年 接触到的没有一个坏人 可为什么自己的劳动 在一幅画的价值中 只能占据一个零头 自己和工友们 在画布上涂抹了半生 到头来 依然处在生产消费链的底层 第一次 赵小勇感受到了 全球市场体系中 赤裸裸的剥削 赵小勇终于走进了 梵高美术馆 一刀刀保险门 竹层打开 门后 是他多年梦中的真迹 本一时最激动 兴奋的时刻 他却沉默了 他在走过的每一幅画前 停留许久 最后 他说 颜色不一样 他曾对着书本和电脑 临摹了这些画千千万万遍 每根线条的落点和轨迹 都刻在骨头里 可真正看到原作 他才发现 原来那些参考的照片 早就因为印刷和显示 出现了时针 许多他曾以为 找到了诀窍的画法 根本就是错笔 每一幅画的油彩 都没有他以为的那么厚 充满色彩的渐变 和细腻的笔触 看不到半点抑郁 全是热爱和乐观 从零开始画一幅画 是一种造物主式的活动 是从无道友的创造 每一笔都凝结着 画家一生的感情与经验 其中的意义 任何临摹与仿造 都无法比见 他意识到 自己握笔半生 也许 其实从未迈进艺术的大门 就像那些 他以为会挂在画廊的仿制画 其实只是小摊上 任人挑选的纪念品 明示那些 涌动着生命力的画 赵小勇心里 有一些东西崩塌了 画的房高作品二十年 抵不到 博物馆里面的一幅作品 美术馆的管理者 听说他专画房高 向他竖起大拇指 问他有没有自己的作品 赵小勇无法回答 他去了巴黎 房高曾经到过两次这里 一次为了寻找信仰 第二次 他住在巴黎一个画家村里 和其他年轻画家 一起研究绘画 赵小勇坐在教堂里 听着不到 这张旅行 已经不再是旅行 而是一场 朝圣 在阿尔勒 赵小勇走进 梵高住过的 圣雷米疗养院 透过铁窗 看那些瘦人精神病人的小房间 一百年前 也是透过这些铁窗 文森特梵高 仰望天空 散好电线 发作的时间 抓紧发病的见细 画下了新月夜 穿过狭窄的小路 他们找到梵高 曾经作画的咖啡馆 历经百年 咖啡馆依然维持着原样 只是多了慕名而来的游客 赵小勇立起画板 现场画了一幅 夜晚的咖啡馆 许多人在他身旁 驻足观看 作画时 他发现 黄昏的天空 真的像画中那样蓝 咖啡馆的灯光 真的像画里那样温暖 深夜回到旅馆 赵小勇喝多了 他说 如果梵高还活着 不管现在 他有没有睡着 他都要敲开梵高的门 把自己的感悟 讲给台庭 他好像 真的看到了梵高 他好像 变成了梵高 旅独游终点 是奥维尔墓远 文森奔梵高 和弟弟提二梵高 沉迷于此 梵高没有受过 系统的油画艺术训练 又常向自己 和底层百姓的生活 作为绘画题材 也是被那个 习惯歌颂的时代 所排挤 踢出了主流的艺术圈 但赵小勇觉得他 生得伟大 死得光荣 他捧着花 向梵高的墓 鞠了三宫 中国人讲究 点香祭拜 他点了三根香烟 夹在墓碑上的 三根苹果中间 向再拜一位 祖师爷 欧洲事情结束了 赵小勇回到了大芬 他又成了那个 终日盲鱼 画画的画工 但人们总觉得 出国回来的赵小勇 有些不一样了 那个潜藏在 《众年人趣格》当中的灵魂 曾有一部分崩塌 而如今 又有另一部分 正在重建 回国后 赵小勇陷入了迷茫 赵在画部前 他按照记忆 重新临摹了一幅 梵高的画 确实同从前不一样了 他画得更像 就够了吗 赵小勇不敢继续往下想 现实依然很更在眼前 放弃临摹 只是放弃稳定的收入来源 自己能不能放下一切 去成为一个艺术家 也会不会有人欣赏 赵小勇 特别像找梵高寥寥 问问他 在被无数人看作疯子 赶出小镇时 他是否还坚信 自己作品的价值 经济在发展 时代在动荡 山寨推到了 历史舞台的边缘 金融危机后 得大分寸买画的人少了 许多人觉得大分 就是廉价仿制品的代名词 画在客厅也显得掉价 他们追求更有 格调的装饰品 房租年龄上涨 生意越来越不好做 曾有画师在雨天 被房东赶出来 画全部丢在水里 因为安全隐患 画工们的画墙 好几次差点被拆除 出生大分的画师 哪怕在国外办过画展 卖画的价格 也提不上去 新来到深圳的艺术家 也大多看不起大分 大分寸的画师 依然被排斥于 主流艺术圈之外 赵小勇试着在宁波 开了一家画廊 专卖面向有钱人的 高档装饰画 这是一份不错的生意 一个月几单的收入 就有大几万 但赵小勇总觉得 心里不舒服 他成了一个商人 只管进货 不再画画 城里的人 安安地排起滩 没觉得他做的是艺术 在高兴区的写字楼里 赵小勇租了画师 一个人画着精细的高仿 他投入了自己 全部的热情 可总觉得不自在 一个生意的电话 就能打算思绪 让他进不下心 赵小勇更想念大分寸 大家在一起吵着画画 交单后 在村里溜达的日子 他把六幅 自己最满意的房座 挂上价脉 可买家的初价 和那些粗烈的仿制画 没有区别 高仿画得再好 也是高仿 没有人能透过画 看到画室背后的激情 赵小勇有一些心灰意冷 这似乎是 时代的一种招式 旧时代的人 只有改变 才能不被新时代淘汰 赵小勇后来 关掉了宁波的画廊和画室 回到了大分 他发现 留在这里的每个人 也和他一样 在迷茫中感受动荡 一个老师傅的画廊 在进入危机时散了火 洗下来以后 开始琢磨自己的画 老师傅和一位哈尔滨画家 学过一门本事 只用画刀画画 刀头刀尾 抹上不同的油彩 笔画笔连贯 画出来立体自然 他试着画了两副向日捆 画出的是自己的东西 他越看越得意 一个意大利人 出了笔仿座 高两倍的价格 还问老师傅 这样的话有没有更多 妻子虽然能盯着电视剧 就画出心悦艳 可等孩子长大 没有经济压力后 他也还是想再去请求 画自己的东西 还有在一次 和工友的饭局上 一个叫小鱼的姑娘说 自己想走 写实的原创道路 可他不想走上 樊高那样背散了结局 说着小鱼哭了 赵小鱼用力握着他的手 说按照自己的思路走 没事的 老师傅 妻子 小鱼 以及这个城中村里的 许多同行 从他们身上 赵小鱼能感觉到 在这个油彩味 飘了几十年的城中村 蒙发着不同以往的东西 大家都自觉 或不自觉地 迈入同一个词汇 原创 摄影师妇女 往赵小鱼的故事 派出了纪录片 取名中国梵高 在国外上映 赵小鱼设名确起 许多被故事感动的观众 来大方拜访他 和他握手 合影留念 客人们愿意为他的画 出高价 买的不是画 而是中国梵高的故事感人 方便宣传 赵小鱼觉得 自己暂时还没摆脱梵高 但他在慢慢改变 他的第一幅原创作品 是自己的画室 十多年来 他在这里改订单 带土地 结婚生子 留下无数回忆 画里有自己 爱人 亲人 徒弟 当然也有梵高 他已经构思了这幅画 很久很久 他想画的还有更多 点点繁星 从笔节落下 很快便会烈火燎原 我说 我一起觊觎你的状态 想唱就唱 我们想画就画 我们是搞自己的东西 然后用我们自己的一种方式 去搞一些作品 我的生活就是我的艺术 现在张晓勇还在大坟村开着画廊 生意不错 老师傅一边放门南歌曲 一边画画 老师的音响真耳欲聋 张晓勇则习惯在店里放英文流行音乐 大坟村一如既往地吵闹 这个熟悉的事件让他安心 换衣服换有多难 张晓勇心里曾经有很确定的答案 但现在反而不太确定了 有时候画着原创 还是免不了感到心慌 张晓勇总会再去读一读 梵高的传记 然后平静下来 他自知自己不能变成梵高 但画笔不会停 就像他曾说的 我的生活就是我的艺术 他很喜欢2017年上映的《振爱梵高》 相信其中梵高被误上身亡的结局 才是真相 因为觉得梵高足够热爱生活 不会自杀 如果说艺术史上的每一幅名画 都是一颗星星 赵晓勇希望有一天 自己也能创造一颗超星星 就像梵高曾给DTL的信中写的 在世人看来 我是什么样的人 是无名小卒 一个无足轻重 又讨人厌的人 这样的人在现在 以及将来 在社会上都难以柔身之处 总而言之 我就是最为低贱的下等人 可是 就算这已成为了 无可争辩的事实 总有一天 我会用我的作品 肇事世人 我这个无名小卒 这个曲奇贱名 心有绚烂 辉煌璀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好了 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 感谢大家多多支持 如果我们做得还不错 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点击小铃铛 第一时间收到我的更新 让更多人看到我们的视频 也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大下方一世 除了视频解说之外 我还会在公众号上整理一些图文 希望大家多多关注 拜拜